简安相公所为了强化灾害防救机制提升18春和社区防灾应变能力 特别牺手慈祭基金会共同签署了灾害防救相互支援协定书 期盼可以牺手推动全民灾害防救议事 共同来建立简安相亲生命安全防护网 在乡内18春村长及各社区团队的见证下 简安相长邮淑珍与慈祭基金会辞发处主任吕方川 共同签下灾害防救相互支援协定书 宣示守护乡亲幸福安全的居住环境 我们以往都是在灾害已过 我们许多的救助工作才开始进去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相关的灾害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从这个就是防灾被灾已经开始进入社区 然后呢在应灾跟救灾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到位 为了能在灾害发生时提供更完善的收容所设施及环境 向公所积极与慈祭基金会接洽 希望能借由在各项救灾的食物经验与志工能力 提升及时妥善的应变能力 我们相信我们有建设的能量 更有18村村长以及社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的防护以外 更要有医疗跟多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协力方向 所以我们在灾坊的防治治救以及未来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砂盘推演 都要做好最精密的整备 让我们横向联系的资源能够共构到最完整 旅方川表示 简想在每年的防训强先演习 都会和慈祭基金会合作 灾民收容出所布置及提供紧急安置灾民配备等等 今年更邀请慈祭灾坊主团队与社区志工共同参与 相信未来能在双方密切合作下 成为灾害防救全国第一的典范 记者许丽晴简想报导